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將會在十月八號召開 外傳調升幅度上看百分之六 對此 勞動部長許明晨表示 對這次的調薪是很有信心 但是今年不少的企業受到疫情衝擊 商總的理事長許舒伯就表示 疫情重傷內需產業 政府如果執意調漲失業率勢必增加 後果請勞動部自負 雖然受到疫情衝擊 但如今疫情趨緩 臺灣部分產業陸續回溫 加上五倍券將帶動內需消費 政府評估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渴望突破六 也帶動基本工資調漲風向 如果調漲定案 將會是總統蔡英文執政以來 第六度調漲 甚至傳出幅度上看百分之六 我們基本工資委員在交換 有關於基本工資調整的意見 大家大概對調漲是有共識 也有期待 到底這個調服是多少 那這個必須委員在審議會上 那麼斟酌現在的企業營運 還有整個勞動勞動的狀況 不過商總能持一貫反對立場 強調外銷產業可能長紅 可是蔡英等內需產業 仍然趴在地上 基本工資調高 讓老闆更不想請人 許舒服也建議勞動部不要硬做 不少內需產業也希望等到完全解封後 再開始實施 我們不會說去反對調薪 但是要有一個相對的配套 要怎麼來扶持這些企業 那些商店 要讓他們怎麼活 假設你說別人有調薪 你不調薪的話 人也可能會離開 我是支持調薪的 但是只是說 不是齊頭式的調薪 應該是針對有人力的 國發會主委公明欣則是強調 基本工資調整會有配套 受到疫情衝擊的內需產業 對於調漲造成的額外增加部分 將由政府吸收 對此許舒服建議 就算基本工資調漲定案 對於內需產業 是否可以備而不用 等到疫情過後再實施 這才公平 記者陳嘉欣 謝正寧 台北報導